大家好,我是抄子 俗话说,人生必须嗨,大蒜黄瓜必须拍 没有拍不碎的大蒜,只有拍断的菜刀 那么菜刀断了,是案板太硬,还是大蒜太皮 或者是我们握刀的姿势不对 这个问题,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我们烹饪当中离不开拍刀法 食材拍匀以后,做的时候都容易入味 切的时候不会逃跑 一把好的菜刀不能拍算,跟鸡肋有什么区别呢 有的朋友说了,菜刀容易断,是刀的密度太高 刚度过硬,过于锋利而引起的 有的朋友还说,是我们姿势不对,不会用刀 对此我只能和和一笑 那么您怎么看呢 我们中国朋友博大精深,对刀已经出神入化了 在切菜的基础上,还创新了各种刀法 拍刀法只是最基本的一种而已 还有跳刀,片刀,鸭刀,坐刀,马蹄刀等等 关于各种刀工刀法,我也出过视频 喜欢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希望菜刀在追求锋利的同时 把腰板凭直,毕竟大蒜,案板,还有我们都是无辜的 在忙在内,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,拜拜